我刚确诊了绝症 就有七个姐姐把我赶出了家 可看到我跟亲生父母一家团聚后 他们却后悔 于是哭着求我回到他们身边 却被我狠狠拒绝 楚小剑 你只是一个代替品 如今我们找回了真正的弟弟 你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楚家了 我已经帮你联系了你的亲生父母了 东西给你收拾好放在了门外 等着你父母来接你吧 小剑感觉自己的大脑在崩溃的边缘 生命所剩不多 还被最尊重的姐姐们赶出了楚家 人生这般失败 大姐 外面雨下的那么大 要不还是让小剑进来避避雨吧 怎么 七妹 你心疼了 别忘了爸妈是怎么失踪的 是啊 大家当初说好了 要是没找到老八就算了 真正的老八找到了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代替品了 给了小剑18年的富裕生活 还帮她找回了亲生父母 已经够便宜她了 想想老八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还能让小剑继续待在楚家吗 好了 这件事到此结束 从此以后 楚小剑跟我们楚家再也没有瓜葛 请问你就是楚小剑吗 我是 请问你们是 儿子 终于找到你了 夫妇俩抱着楚小剑嚎啕大哭 哭声淹没在磅礴的雨声之中 一点一滴地敲打着楚小剑的心脏 让本来血液已经冰冻的楚小剑 再一次沸腾起来 来擦擦身上的水 洗手间里有吹风机 快去吹免得感冒了 好 小剑低声应了一声 就走进了洗手间 生活了多年的楚家 不是自己的家 如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外来者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苦苦寻觅的儿子 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会有作何感想 好了好了 老婆 别哭了 要是被宰宰听到就不好了 我们不是找到宰宰了吗 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我们找了宰宰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啊 走过了多少城市 终于找到宰宰了 原本我都放弃了 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让我们找回了宰宰 是啊 天无绝人之路 如今我们一家团聚 没事了 没事了呀 听着孟达山跟张妙花的哭声 小剑的心跟针刺一样疼疼 孩子 鸾 你的房间在这 这里我知道比不上楚家 但你的房间我一直给你留着 就是想着你有一天能够奇迹般的回来 孩子 你看看 有什么不合适的警官跟我说 我帮你弄 没有 妈 我很喜欢 谢谢您 妈 孩子 你刚才叫我什么 爸 妈 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楚家人给我看了鉴定报告 谢谢你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我 我感觉自己还是被需要的 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宰宰啊 张妙花跟孟达山已经气不成声 这声爸妈他们等了太久太久 等了十八年了 爸爸妈妈 你们在干什么呀 灵灵这是你哥 你哥回来了 孩子 这是你的妹妹 叫孟灵 今年七岁 读小学一年级 是你的亲妹妹 小剑眸光扫向了孟灵 正想开口 不要 我才不要哥哥 你这个大坏蛋 离开我们家 灵灵 你这是怎么了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我才不要哥哥 如果不是因为他 爸爸妈妈也不会吃了那么多的苦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也不会一出生就被丢到爷爷家里 一年前才见到爸爸妈妈 对不起 埃森 你妹妹他只是 妈 我明白 灵灵 对不起 都是哥哥的错 哥哥知道说再多都没有用 但哥哥如今回来了 会竭尽全力弥补你们 包子铺内 由于小剑强烈要求来帮忙 毕家三口热络的忙活起来 小剑做包子也有一手 都不用张妙花跟孟达山怎么费心 呦 老孟 这是哪里招来的帅哥 他可是我儿子 我的亲生儿子 老孟 你终于圆梦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阿姨 这是你要的包子 孩子 你可要好好孝顺你父母 你父母不知为了你吃了多少苦 这些年我们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 这都是为了找你 他们穷尽了一辈子 邱阿姨 我会的 嗯 不好意思 今天的包子已经卖完了 啊 吴姐 听到小剑喊吴姐 孟达山跟张妙花瞬间反应过来 哎呀 原来是楚律师 吃饭了没有 进来坐坐 你们就吃这些 孟达山跟张妙花的笑脸瞬间僵硬着 见楚文艳对自己亲生父母那么没礼貌 我就吃这些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真是翅膀硬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很好 看来你跟孟家人相处的不错 以后见着我别叫我吴姐 叫我楚律师就行 你已经不是楚家人了 我也不是你亲姐 楚律师 如果你是想来看我笑话的 你可以走了 我才没那么多美好时间 今天来只是为了办妥一件事 户口本带了没 我帮你做好手续 你转到孟家的户口去 原来楚文艳来的目的是为了这件事 正好断了就断了 一了百了 我户口本放在家里了 我现在回去拿 别耍花招 事已至此你不可能再回到楚家了 我跟你一起去拿 楚律师 原来在你心里 我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吗 总之事情赶紧办妥了吧 爸 妈 我们回去一下 孩子 要不我们 不用了 爸 妈 放心吧 我会解决好的 在小剑的坚持下 孟达山跟张妙花还是留在了包子谱 楚文艳默默跟着小剑回出租屋 直至跟着小剑看到无比简陋的出租屋后 楚文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小剑 你就住在这种地方 楚律师 你将我赶出楚家 应该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条件吧 即便这样你也要认清现实 你不是楚家人 楚律师 我早就认清现实了 我也很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亲生父母 还有妹妹 至于我以后过得怎么样 跟你说了 和楚家没关系了 嗯 舍 跟我没关系 我干嘛管那么多 哼 再怎么说你曾是我们弟弟 如果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 我会看情况帮忙 不需要 你以为我稀罕帮你吗 不是看着你原生家庭那么差的份上 我才懒得开口呢 我家比起楚家 确实天壤之别 但那是我的亲生父母 如果不是为了我 他们今日的成就 未必就比楚家差 你别后悔 小剑回到包子铺后 将发生的事情告知给了父母 孟达山跟张妙花这才松了口气 爸 妈 以后我叫孟小剑 就是孟家人 也就是你们的亲生儿子了 孟灵这时背着书包回到了包子铺 看着孟小剑等人相处融洽的画面 不由地低下了头 孟小剑第一个发现了孟灵 走上前去 玲玲 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还好啦 啊 昨天晚上我们哄了一晚上 都没让孟灵气消 怎么孟灵一下子改变了那么多 妈妈 明天早上继续帮玲玲准备便当好吗 好 当然好 小丫头的心思真好猜 不过自己剩余两年的寿命 要是想陪着自己真正的家人度过余生的话 是时候做出抉择了 一日便来到了巨大 班导 是我 我已经到了学校了 办理休学的手续麻烦您了 那你先来一下我办公室 好的 谢谢老师 孟小剑前脚刚走进祭大 随后就一辆豪车开进了大学内 楚小剑同学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抱歉 班导 我家里出了大事 还有 我现在改名了 叫做孟小剑 你家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但是盖下这个章 就算你后悔了 也得等明年复学了 谢谢班导 哎呦 这是哪阵风啊 竟然将楚总给吹来了 长话短说 校长 我希望你能帮我安排一个人进入祭大 需要的费用 受谢 我们这边都会办妥 只要你手里一个特殊推荐名额 不知道楚总要安排的人是谁 我亲弟弟 楚天柱 啊 楚总 我记得您的弟弟不就是在祭大吗 他不是我的亲弟弟 已经跟楚家没有任何瓜葛了 好说 好说 既然楚总亲口说了 事情自然好办 像楚家这样的顶级豪门 里面会有这些事情很正常 Hello Moto 你说的这是真的 好 我知道了 事情解决了 我先走了 楚总 有件事我想还是得告诉你 就是那个楚小剑 不 现在改名叫孟小剑了 他刚才办理了修学手续 你说什么 这个孟小剑 难不成被赶出楚家了 知道自己的身世打击太大 风了不成 办理好修学申请手续的孟小剑正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与迎面而来的身影撞到了一起 哎呀 那个 对不起对不起 小财迷 怎么还是这么冒冒失事的 楚小剑同学 你怎么那么多天没有来上课呀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我 我没有 看着美得惊心动魄的林又威 孟小剑也没瞒着来学校的目的 我是过来办理修学手续的 以后在学校没人照顾你了 自己小心点 你为什么要修学 因为家里出了点事 以后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你院长妈妈有钱寄给你 别总想着存起来 只要照顾好自己 以后出了社会 以你的能力一定能赚大钱的 总之 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孟小剑说完就直接离开 林又威看着孟小剑离开的背影 不知怎么的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疼感 是你 楚小剑 清清 这又不是你男朋友吗 楚家少爷 瞎说 他才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被赶出楚家了是吧 你已经不是楚家人了 什么 他是楚家领养的 作为楚家真少爷的代替品 如今楚家真少爷叫做楚天柱 他没有了价值 自然被赶出了楚家了 听说他原生父母是个开包子铺的 跟楚家天差地别 孟小剑还好以前你拒绝了我 不然作为笑话的我名声都被败坏了 桃清清 我真没后悔过拒绝你 因为你真的很烦 自称是我的女朋友给我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 像你这种败金女谁能看得上眼 抛下这番话 孟小剑便要离开 可把桃清清气得半死 你傲气 你清高 你就是个臭卖包子的儿子 你还真当自己是以前高高在上的楚家少爷 说我是败金女 你又算什么 清清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你打女人 你还算男人吗 第一是你们不好好说话 挡在我的前面 第二不管是谁都不准辱骂我的亲生父母 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你们 孟小剑 你就这么自甘堕落下去吗 还打女人 你这是算什么 我都不是楚家人了 你管那么宽干嘛 楚总 孟小剑她疯了 她竟然打我 我的脸好疼 孟小剑 快跟桃清清道歉 楚总 您看她那么嚣张跋扈的样子 要是不给她一个教训 她以后肯定会借着楚家的名声做坏事的 桃清清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孟小剑 我们聊聊 楚总 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 你现在赶紧将修学取消了 我会帮你 不需要 修学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 孟小剑难道因为你不是楚家亲生的 你就要毁掉自己的人生吗 现在社会竞争多么激烈 你考建的还是技大 等你毕业了 大把好工作等着你选 你什么都不懂 就别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了 是你说的 楚总 我孟小剑以后是生世死 跟你楚家毫无关系 收起你那一副高高在上 假装为了我好的嘴脸吧 孟小剑不打算说出自己得了脑癌的事情 估计楚海军觉得他是在装可怜 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这件事传到自己亲生父母耳中 不想再让自己身上的病连累父母 孟小剑你别后悔 孟小剑你这样有意思吗 刚才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现在故意在我面前装可怜事吧 孟小剑看了一眼楚海军 想说些什么 想想还是算了 自己是生是死 跟楚家已经没关系了 还有说什么的必要吗 孟小剑无声地离开 见孟小剑这样 楚海军心里头忽然生气 孟小剑 你到现在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吗 如果我的错误在于 我没有留着楚家的血 在你们楚家人眼里 我确实实恶不赦 你们不要我 我也不要你们了 孟小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楚海军忽然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 没想到孟小剑竟然那么绝情 不只是亲手将自己的前途葬送 连带着对我这个大姐也是冷冰冰的 跟以前叛弱两人一样 我总感觉孟小剑她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好像连生死都变得无所谓了 这样也好 孟小剑终归是个代替品 毕竟楚家真正的上爷是楚天柱 爸 妈 我今天去纪大办理了修学手续 我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甜品店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孟大山跟张妙花愣住 孟小剑静静等着他们询问 结果孟大山笑了起来 孩子 想开那就开吧 需要多少钱 爸这边还有不少 爸都给你 存折在我这 下午去银行取爸 爸 妈 你们就不多问问吗 有什么好问的 你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我们自然相信你 面对着亲生父母 毫无保留真挚淳朴的效力 孟小剑无比的感激 不用 只要你们肯支持我就好 钱我这有 孟小剑将一张银行卡 放到了孟大山跟张妙花面前 爸 妈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就当是儿子孝顺你们的 孩子 这我们不能收 你赶紧拿回去 爸 妈 你们为了找我吃了那么多年苦头 作为儿子我无以回报 关于开店的资金 我这边还有 如果你们不收下 我无法心安理得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上孟小剑泛红的眼眶 孟达山轻叹了口气 老婆 收下吧 就当让儿子心里舒坦 好的 谢谢爸妈 爸爸妈妈 我被人欺负了 什么 我的同桌沈妮抢走了我的便当 还扔进了垃圾桶里 还推了我一下 岂有此理 孟达山一听自家宝贝女儿受到欺负 立马打电话找老师 质问学校的不作为 我的女儿今天在学校被欺负了 你们学校为什么不管 孟爸爸 您别着急 听我说 是这样的 学校在发生这件事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沈妮的父母了 您放心 学校会让沈妮转到其他班级去的 不行 李老师 沈妮她太霸道了 不只是欺负我 还欺负班上很多同学 就算换了班级 她以后还会找其他同学麻烦的 不能就这么算了 李老师 明天我们会去学校 请让沈妮的家长等着 我有办法让沈妮为这件事负起责任 孟小剑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 当孟小剑等人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的时候 沈妮父母带着沈妮姗姗来吃 这时 孟小剑发现林又威也一起走了进来 在看到孟小剑的时候 林又威也愣了一下 孟小剑 你 林老师 你们认识 我们认识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可真是巧了 既然大家认识 就没必要闹得那么僵吗 不就一个便当盒吗 这五十块就当是我们的赔偿了 多了可就没有了 沈妮在学校经常欺负人 你们做家长的应该知道吧 严格来说 沈妮对林玲的所作所为 已经构成了盗窃罪 伤害罪 要是闹大了 在沈妮的档案记上一笔 对于孩子的人生会是极大的损失 吓唬谁呢 妮妮才八岁 还未成年 哪里有法律制裁一个小孩子的 别以为我们没读过什么书就吓唬我们 告诉你 我们不是吓大的 小时偷米 长大偷金 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现在国企 事业编制一系列铁饭碗工作 都会看个人履历 即便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履历要是留下了污点 以后跟这些工作也是无缘了 孟小剑这番话戳中了 嚣张的沈爸沈妈的心 他们给沈妮投入了那么多教育资源 就是为了给沈妮找个铁饭碗 这样贴面的工作 将来相亲的时候好嫁给富二代 让他们二老享福 林老师 她说的是真的吗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那怎么办 沈爸爸 沈妈妈 这次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的 如果你们想要跟孟林同学和解 希望你们能够拿储成衣来 如果你们狮子大开口 我们是拿不出来的 我们不需要钱 只要沈妮跟玲玲道歉 并且保证 不会再做出欺负同学的事情 那好说 好说 妮妮快道歉 我不 本来只高气昂的沈妮一下子变成这样 哪里接受得了 这事情还不是你惹出来的 快道歉 对不起 你算什么家庭教师 都不站在我这边的 我恨你 不要再来我家了 说完沈妮就跑出了办公室 咪咪 沈爸沈妈赶紧追了出去 李老师再三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件事 这场闹剧就结束了 孟小剑等人离开了办公室 孩子 你送林又威同学回去 我们先回店里了 孟达山显然看出了孟小剑跟林又威关系不一般 林又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平日里见你都不掺货 进这些麻烦事来 怎么刚才让你假装不认识我 你又说我是你大学同学 硬要躺进这浑水里来 因为 我说的是事实呀 该让你胆小的时候不胆小 这下好了 工作丢了吧 其实 在那家里我也做不下去 沈妮很奇怪 她父母更奇怪 我只是不想沈妮就这么堕落 其实我觉得她比我惨多了 我打算开个甜点店 店里缺人手 你要不要来我店里帮忙 我给你开工资 孟小剑 你别跟我说 你办理修学手续 就是为了开店 是啊 所以你来帮忙做吗 孟小剑 我听说了你家里的事情 但你真不至于这样啊 林又威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没发疯 新店刚开始 我很需要一个好帮手 这个人就是你 我 我不会做甜点 可以学啊 你那么聪明 一定很快学得会的 我对你有信心 拜托你了 你让我考虑考虑 好的 我等你答复 等孟小剑回到了包子铺后 孟林竟主动跑到了孟小剑的面前 别扭地开口 谢 谢谢你 孟小剑蹲下身 那你不叫声哥哥来听听 我才不要呢 别以为我这样就会原谅你了 孟林转身就跑了 对比起第一次见到孟小剑时候 孟林的态度显然好了许多 这妹妹那么傲娇别扭 真难搞 总归是个好的开始 还是要慢慢来吧 孩子 林又威同学回去了吧 对上孟达山八卦的目光 孟小剑无奈地开口 爸 我跟人家只是普通同学 孩子 爸也年轻过 追过你的母亲 看得出来你对林又威同学不一般 再不一般 我们也没可能 这辈子只能是朋友了 我已经失去了 能够追求林又威的资格了 尽管 我很想跟林又威在一起 一个只剩下两年寿命的人 哪里有资格谈什么未来呢 请问楚总您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两天后我们会举办一个晚宴 正式介绍我们的亲弟弟楚天柱 欢迎各路媒体过来参加 我听说楚家还有一个少爷 叫楚小剑 早些年还跟着楚总在媒体面前两过乡 请问楚天柱回到楚家后 会对楚小剑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里澄清一点 楚小剑现在改名叫做孟小剑 他并非楚家人 而是我们父母领养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放弃寻找弟弟 同时按照父母失踪前的愿望 帮助孟小剑找回他的亲生父母 而今我们终于找到了 孟小剑回到了他亲生父母身边 我想他会在真正的家人身边过得很幸福 还有如果有谁冒充孟小剑打着楚家的名号招摇撞骗 请各位不要上当受骗 孟小剑现在跟楚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健哥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你这是怎么了 打你电话不接发你微信不回的 楚家的事情我知道了 健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颂扬 我不再是你健哥 以后我们见面就当不认识吧 健哥 你不会以为你离开了楚家 我颂扬就会落井下石吗 你这样有将我颂扬当做你兄弟吗 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交情 难道就只有利益吗 颂扬一气之下 伸手就揪住了孟小剑的衣领 你要是敢承认 我这小拳拳一定会狠狠砸在你胸口上 颂扬 我 颂扬我知道你重感情 我也放不下你这个兄弟 可是我就只剩下两年的寿命了 更不想拖累你 颂扬 你住手 一道倩语突然冲了过来 四四姐 七姐 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来是想好好找你谈谈 孟小剑 你这样真的何必呢 五姐要帮你 你拒绝 你还从G大办理了修学手续 大姐要帮你 你反而不理会大姐 楚思思 所以你来也是跟楚海君和楚文艳一样 说我不是好歹吗 楚思思看了一眼宋阳 宋阳瞬间明白了楚思思的意思 健哥 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我晚上再来找你 孟小剑 难道你真的因为自己被赶出楚家了 所以就自暴自弃吗 你根本不是楚家人 还想着死皮赖脸赖在楚家吗 我没想过死皮赖脸留在楚家 我只是心寒了 因为你的事情 大姐的头疼症又犯了 大姐虽然嘴上不说 我看得出来大姐最近特别的憔悴 孟小剑 我给你一份工作 做大姐的按摩师 工资随便你开 我拒绝 孟小剑 难道你就不心疼大姐吗 你知道大姐的头疼多厉害的 而且你现在也需要资金 对吧 楚思思 别以为全世界只能靠你们楚家挣钱 你让我去做楚海军的按摩师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还是想想楚天柱吧 我不是你们挥之急来呼之即去的工具人 你自己就是一名医生 楚海军的头疼怎么解决 你自己不会想办法 你不是天才外科医生吗 孟小剑知道是自己以前对这些姐姐太好 掏心掏肺的为了迎合这些姐姐 压抑自己的情感 他们需要什么 自己就去做什么 将自己的兴趣爱好抛之脑后 结果沦落成了在他们心里 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替代品 孟小剑 如果我有办法 我何必来找你 受你的气 现在我叫孟小剑 我是楚小剑 笨人做一次就够了 我不想再做第二次 孟小剑转身就走 不想再应付楚思思 孟小剑 关于大家赶走你的事情 不管你信不信 我没有表态过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不是你们的亲弟弟 而你们找回自己的亲弟弟 就要将我赶出楚家 我 楚思思一时雨色 你知道 但你从未告诉过我 你跟其他人一样 用着一副和颜月色的姐姐模样 应付着我 防备着我 现在你在我面前 装什么圣母呢 你跟别人一样 都是刽子手 孟小剑 我不知道你是受了多大的刺激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楚思思 我要再说以前了 现在我们没关系了 孟小剑毫不留恋地离开 看着孟小剑如此绝情的背影 楚思思觉得自己的心好痛 一张好看的俏脸写满了悲伤 事情变成这样 明明是自己不想要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 孟小剑选好甜点店铺 并且租下来后 孟小剑就早上在包子铺帮忙 下午就去店里装修 孟达山跟张妙花想过去帮忙 被孟小剑制止了 孟小剑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外面 有什么事 大姐的头疼症又发作了 她一直忍着 现在很疼 你能不能过来帮大姐按摩一下 缓解大姐的头疼 我拒绝 我不想再跟你们处家扯上任何关系了 孟小剑 好歹你也是处家养大的 是 我们确实将你赶出了处家 但这18年来 要是没有处家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自己说的清楚吗 如今大姐有难 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 我也不想求你 我们找了无数的医生 都找不出大姐的毛病 只有你才能做到 楚思思的声音透着几分斥责 斥责孟小剑的不懂答案 斥责孟小剑对楚海军见死不救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海军的头疼症自从发作以来 谁都治不好 我为了楚海军 钻研了医术几年 到处拜访国医 看网上的视频学习 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地方 什么土方子我都试过 我还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 就在你们为了追逐孟小 自由自在的时候 我为了楚家不停地付出 我根本不喜欢学医 只是因为楚海军 因为我想着有一天 家里谁受伤了 我会医术 就能帮你们医治 最终孟小剑连自己都救不了 老爱 现代医学最大的难题 楚思思反而还要连抢求孟小剑 去救一个瞒着自己 将自己当成小偷的人 再找回亲弟弟一脚踢开的 冷血姐姐 楚思思 被誉为天才外科医生的你 好好用你的专业知识 帮出海军治疗头疼吧 别道德绑架我了 欠你们楚家的 我早就还清了 楚思思面对孟小剑的话 无话可说 孟小剑 你现在长脸了是吧 不就是要钱吗 你说个数 多少钱我们都满足你 我要小心心你有吗 直接挂断了电话 敢骂我 楚清梅一把从楚思思手里 抢过手机 立马回拨了个电话回去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盲线中 竟然拉黑了 楚清梅气得要砸手机了 楚思思赶紧将手机抢救了过来 三姐 不是说过了吗 你那暴脾气得收敛一下 不然你的狂躁症又发作了怎么办 你今天有吃药吗 我吃过了 你放心 我只是生气 不是犯病 现在孟小剑不肯过来帮忙 到底该怎么才好 今天晚上大姐都没吃什么东西 肯定是头疼发作了 为了弟弟一直抢言欢笑 楚清梅突然起身离开 三姐 你要去哪里 心里头闷 我出去透透气 正当孟小剑想要上楼的时候 机车引擎的轰鸣声游远极近 直接冲到了孟小剑所在的楼下 孟小剑 你这住的是什么鬼地方 见到楚清梅竟然追到了这里 孟小剑瞬间冷了脸色 你来这里做什么 孟小剑 还不是你不愿意答应帮助大姐 我只能来这里了 我都说了不答应了 你听不懂人话吗 楚清梅 向来心高气傲的你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厚颜无耻了 你敢骂我厚颜无耻 你哪里来的胆子 少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你不是我姐姐 我也不是楚家人了 你厚颜无耻 你忘恩负义 将我无情赶走的是楚家人 让我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回归孟家之后 别再自称楚家人 免得给楚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有求于我 就眼巴巴的跑到我面前 还指责我厚颜无耻 忘恩负义 孟小剑跟楚清梅的争吵 让孟达山明白了情况 哦 原来是楚家人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爸 这件事您别插手了 楚清梅 不管你做什么 我的答案依旧不会改变 楚清梅看了一眼 老实芭蕉的孟达山 立马开口 孟达山 在G市中心地段选个房 我送给你们 啊 突然被叫到名字的孟达山 显得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们还有个妹妹 正在读私立小学 价格不菲 我可以送一套学区房给你们 最繁华中心地带随便挑 我楚清梅说话算话 前提就是 孟小剑必须帮大姐治疗头疼症 楚清梅不是傻子 跟孟小剑相处这么多年 知道这个假弟弟心高气傲 被楚家那么绝情对待 孟小剑不可能那么简单回心转移 威逼不行 那就利用 孟小剑骨子清高 但是她的家人又如何 孟小剑 你已经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那么多年了 如果不是为了找你 他们现在不可能那么落魄 还有孟灵是你的亲妹妹 你忍心看着她读着高价的私立小学 得不到最好的教育 让你的父母为之承担吗 只要你一句话 最好的学区房随便你们挑 就算以后你们想离开姬市 把房子卖了 也够你们在乡下一辈子无忧无虑了 孟小剑不想再跟楚家人扯上关系 可是市区繁华中心一套学区房 价值上千万 剩下两年 孟小剑没有把握能够赚得出来 为了父母 为了亲妹妹 孟小剑要向楚家低头吗 由于大姐头疼再次发作 七姐想找我帮忙 被我再次拒绝后 三姐愤怒地来找我 孟小剑不想再跟楚家人扯上关系 可是市区繁华中心一套学区房 价值上千万 剩下两年 孟小剑没有把握能够赚得出来 为了父母 为了亲妹妹 孟小剑要向楚家低头吗 我不要 我们才不要你们的施舍呢 我读书那么认真 一直拿学校的奖学金 考到了年级第一 学校已经免了我的学费跟杂务费了 我不是爸爸妈妈的负担 如果你想要欺负我哥哥 我饶不了你 是 我们不要 楚青梅小姐 请你回去吧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你说过 我儿子不属于你们的世界 现在应该人归原主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搅我们的生活 这样子会让我们感到很为难 话别说的那么满 这可是市区繁华地段的一套学区房 价值几千万 我调查过你们的家庭背景 你们怕是穷尽几辈子都买不起 仔细考虑考虑吧 我是一家之主 我在这里明说了 不需要 楚青梅小姐 我感激你们将孟小姐送了回来 如果你们是来做我们孟家的客人 我们欢迎 如果你是想要来到的 让我儿子为难 就别怪我们没有代客之道了 楚青梅 不是谁都像你想的那么爱钱 没有骨气 收起你那一套有钱人看穷人的嘴脸 我们家人穷 质不穷 而且我答应过我爸妈 我会努力赚钱 几千万对于这个家 绝对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你们会后悔的 楚青梅转身就要离开 孟林冲着楚青梅的背影说道 以后别再来我们家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个小鬼头 我记住你了 随便你 反正喜欢我的人多了 不缺你一个 楚青梅一愣 差点笑了出来 孟小剑还以为楚青梅想对孟林做什么 连忙将孟林附在身后 楚青梅 你们楚家不至于无耻到对一个小女孩下手吧 你是疯了吧 孟小剑 我怎么可能这么做 错过了这次机会 我倒要看看你们一家穷苦的日子后 会是怎么后悔 楚青梅走了 孟小剑这才放下心了 看向孟达山等人 爸 妈 谢谢你们 一家人别说谢谢 安森 我知道你被赶出楚家 受了很多委屈 我们作为你的亲生父母 没有跟楚家抗衡的力量 但总归不能给儿子丢脸 强迫儿子做不喜欢的事情 是不是 看着孟达山跟张妙花体贴的模样 孟小剑鼻子一酸 想哭 或许被楚家无情赶走 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然我找不回来这么好的亲生父母和妹妹 孟小剑蹲下身 摸了摸孟林的头 谢谢你 哼 我才不是帮你呢 我只是看不惯那个女人在我们家门口那么撒泼 我还没有原谅你 你少跟我一副很熟的样子 套近乎 我给你带回来了 你最喜欢吃的烧烤 吃完明天哥哥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我 孟林一听说到烧烤 肚子里的蝉虫都打起来了 奈何刚刚跟孟小剑放下的狠话 孟林哪里好意思松下口呢 孟达山跟张妙花赶紧打着圆场 老婆 刚好我肚子饿了 一起吃吧 玲玲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炸鸡腿了 玲玲 你可要吃多点 你现在还想正长身体的时候呢 那我就勉为其难吃一个吧 另外一边的楚青梅并没有走远 还在生着闷气 比之被孟小剑拒绝得心烦意乱 更多的是失落 孟小剑现在怎么变得那么不讨人喜欢了 明明以前不是这样的 三姐 你是不是在孟小剑那边 是 结果怎么样 说起这件事楚青梅就来气 一股脑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知给了楚思思 孟小剑的家人真的是那么说的吗 七妹 你怎么感觉一点都不惊讶的样子 毕竟孟小剑的家人为了找孟小剑花了18年 如果不是真的想念这个亲生儿子 是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的吧 说的好有道理 楚青梅境无言以对 总之三姐你先回来吧 关于找过孟小剑的事情别跟姐姐们说 大姐的事情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好 我知道了 第二天孟大山特地关了包子铺 一家人陪着孟小剑来到了新开的甜点店 叔叔 阿姨 林林妹妹好 这位就是宋阳吧 常听小剑说起你 怎么 叔叔 剑哥是不是暗地里经常说我坏话 哪里的事 小剑说了 你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兄弟 收拾完了甜点店 剑没什么可以忙活的 孟大山跟张妙发就回包子铺了 对了 剑哥 昨天那美女怎么样了 别瞎说人家是来店里应聘的 得了吧 剑哥 大家都是男人 我们做了那么久兄弟了 你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吗 看你的眼神我就明白 你对人家有意思 对吧 行了 现在店里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剑哥 我懂 你加油 兄弟永远支持你 宋阳从甜点店离开后 我就带着林又威来到了无人的河边 开始教着林又威骑电动车 然后我将林又威安全护送到巨大 亲自送着林又威到了女生宿舍楼下 送到这里就好了 谢谢你 没事 如果不是因为你 怕是我都没机会再回到巨大了 孟小剑 如果你后悔的话 其实可以去找辅导员 我不后悔 谢谢你 林又威 你能关心我 我就很开心了 看着孟小剑的笑容 林又威不知怎么的 能感觉到孟小剑的笑容背后 夹杂着些许不为人知的哀哨 林又威低下了头 心中有些苦涩 明天没事 记得准时来上班 店内还要靠你帮颤呢 我先回去了 孟小剑骑着电动车就离开了 留下林又威目送着孟小剑远去的背影 难得回一趟巨大 孟小剑骑着电动车 在校园内逛了逛 就在这时 迎面走来了两道身影 哎呀 天主哥哥 你好坏啊 这货真的就不装矜持一下吗 真以为有钱人 是都没脑子的吗 只要稍微对这个陶青青调查一下 就知道 还有多么拜金 楚家七个女人 再怎么宠爱楚天柱 也不可能会接受陶青青 这么个功利性的拜金女吧 孟小剑本来打算装作没看见 骑着电动车就要加速离开 结果被眼见的陶青青发现了 天主哥哥 快看快看 那不是被你们楚家赶出去的孟小剑吗 我听说他亲生父母 还是开包子铺的 从天堂坠入地狱 麻雀还想要飞上枝头变成凤凰 陶青青叫得十分大声 立马无数双眼睛齐刷刷落在了孟小剑的身上 没想到孟小剑还赶回来G大 真有胆子 不只是有胆子 还没脑子 他从G大休学了 难道是因为被赶出楚家了 打击太大了 精神失常了 可惜了 孟小剑长得那么帅 还聪明 是G大校草啊 对比起来 楚家这个亲弟弟倒是长得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你疯了 楚嫂就在那 你还敢这么说 我看孟小剑不像风了啊 应该是楚家对孟小剑做了什么吧 毕竟楚总都将亲弟弟楚天柱 利用特权应塞进几大了 要是这两个人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剑的 那多尴尬 楚天柱会一直想着自己丢失那些年 孟小剑代替自己在楚家享受的荣华富贵 自己却过得捉惊见肘 楚家自然是偏袒失踪多年的亲弟弟 这是人之常情 这下楚家真少爷跟假少爷撞上了 有好戏看了 好轻轻 是不是之前那巴掌还不够让你清醒 你说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无所谓 但你说我父母 是不是又欠抽了 孟小剑别以为你是男人 我是女人打不过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我男朋友在这里 天柱哥哥 就是这个家伙 霸占了你的身份 在楚家过了那么多年富贵生活不说 还不懂得感恩 竟然动手打女人 简直是最差最美品的男人 天柱哥哥 你帮帮我 他又要打我了 我好怕怕呀 楚天柱还没开口呢 又有一个女的出来指着孟小剑了 孟小剑 你真不是男人 清清是个女人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 孟小剑竟然打了陶清清 他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嘛 动手打女人 就算是校草 滤镜也破碎了 孟小剑肯定是疯了 以后谁嫁给了孟小剑 肯定要被家暴 卢华听着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得以洋洋地插着腰 看向孟小剑 卢华 卢华 你的家人还好吗 嗯 你 你说什么 你那么紧张做什么 我只是将陶清清对我做的事情 在你身上重演一遍 陶清清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么你就不该反驳我说的话 嗯 孟小剑 别拿道德绑架这一套对我 你不配 还有 觉得我做错的人 我在这里放出一句狠话 回家赶紧看看你们的父母吧 孟小剑这样子放狠话 是要激起公愤的 可惜现在的孟小剑 像是不要命的疯子 谁都不敢招惹 眼看着没人敢招惹孟小剑 陶清清气急败坏 天主哥哥 你看这个疯子 你女朋友被欺负了 难道你就坐视不理吗 好了你闭嘴 叽叽喳喳的 吵得我脑可疼 楚天主来到了孟小剑的面前 你就是孟小剑 没错 是我 面对眼前这个人 孟小剑没有任何多余的感觉 只觉得陌生 如果楚天主要长麻烦 孟小剑也不会惯着他 吃瓜群众瞧手以待 等着楚天主要怎么教训 这个曾经纠战雀巢的 楚家假少爷 结果 没想到你本人长得 比照片好看 这就是所谓的不上镜 你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长得那么高 我感觉我的营养补充也不错啊 楚家的基因我也应该有遗传到才对啊 众人大跌眼镜 楚天主这是疯了吧 按照正常剧情 楚天主不应该利用自己楚家真少爷的身份 对这个假少爷挥下鞭子 狠狠打一顿的吗 连孟小剑也没想到楚天主会说出这样的话 一时间不知道楚天主想做什么了 孟小剑 给我个面子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事已至此 孟小剑也不好多说什么 陶青青 你以后小心点 别再四处犯见 不然我饶不了你 陶青青被孟小剑狠立的眼神瞪的下意识后退了好几度 孟小剑骑上了自己的电动车 在众目睽睽之中离开 等孟小剑走了之后 陶青青这才回过神来 天主哥哥 你怎么回事啊 你现在才是楚家真少爷 你怕一个假货做什么呀 你是不是都是无脑爽闻看多了是吧 真以为我是没脑子的大反派吗 这种货色无论在现实还是小说都是嘎得最快的那种 我脑子灵光 没你想得那么垂 陶海君 你这副模样真让我看不起你 剑哥 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又威 记忆大学生 是店内的帮手 这位是宋阳 跟你一样 是我兄弟 同时也是店内的员工 现在随安刚刚开业 两名帮手就够了 孟小剑说着疯狂冲的宋阳识言词 没想到都这个年代了 还能遇到这么清纯的妹子 剑哥的眼光真好 你好 林又威 我叫宋阳 请多多指教 你好 你们这样也是算认识了 过来品尝一下新甜点 嗯 太好吃了 能吃到剑哥做的甜点 我这辈子真算是没白活了 少来吧你 是真的很好吃 虽然我没有吃过什么甜点 偶尝陈燕或者院长妈妈会买点回来分享给我 但孟小剑你做的甜点 真的是我吃过最好的 没有之一 好吃你就多吃点 我们家推出的甜点卖点之一就是营养均衡 适量的话不怕变胖 喂喂喂 剑哥说好的女人如 兄弟如 你这态度我真伤心了 啊 再给你做个奥地利苹果卷 等会儿你陪我去个地方 遵命 吃完是做甜点 孟小剑带着宋阳联系了巨市一家饮料公司 打算去那拿免费饮料做宣传 不是 剑哥这也可以吗 说要免费饮料就能要到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要做三天的免费甜点赠送 什么 三天 舍不得孩子耗不着狼 不过我们也不能白打工 不是吗 我的设想是推出一瓶五块饮料 只要购买饮料就能免费选三样甜点 饮料我打算跟公司合作白嫖 三天的免费时间 不会血本无归 可以啊 剑哥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得了吧 我们两个认识那么久 你脑子比我灵活 以后推广策划这一块就交给你负责 你鬼点子多 我看好你 行 既然剑哥信任我 我肯定不负众望 等孟小剑跟宋阳来到了饮料公司 面见了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 你们公司为了推广新产品 肯定有定制冰箱的吧 刚好我们店里缺 要不你们放两台定制冰箱到我们店里 一台摆在门口 一台摆在里面 也能帮你们公司好好宣传不是 这 负责人显然是犯了难了 两台负责推广产品的冰箱 抵得上五六千块的价值 提供免费的饮品没问题 这是宣传必须付出的成本 这再加上两台冰箱 就为了一家刚开业的甜点店 这值得吗 哎呀 别那么着急 任何事情都能够好好商讨的嘛 哥 来跟花子提提神 负责人在看到里面一点马内的时候 瞬间明白了宋阳的意思 我明白了 我会跟上面申请 等我消息 谢谢哥 孟小剑跟宋阳走出公司之后 见孟小剑一直没开口 宋阳主动邀功 剑哥 怎么样 我刚才干的厉害不 对你来说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就算是这样 我也想要剑哥你夸夸我吗 一边去 孟小剑 宋阳 海军姐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 难道我就不能在这里了吗 孟小剑 听说你在巨大的时候跟天柱碰过面了 楚海军 你放心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已经不是楚家人了 只要楚天柱不来找我麻烦 我一定躲得远远的 绝对不会给你们家人添麻烦 宋阳 我们走吧 那再见了 海军姐 宋阳话还未说完 饮料公司突然冲出来一名中年男人 楚总大驾光临 有诗远言 请到里面做 啊 没想到我们来找合作的饮料公司 竟然跟楚氏集团有关系 还引来了楚海军亲自降临 要是楚海军看见哥不顺眼 一句话的事情合作就会泡汤 先等等 孟小剑 我听说过了 三妹跟七妹找过你了 所以呢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要求 才肯过来帮我治疗 面对这无药可解的头疼症 楚海军终归还是低下了那颗高傲的头颅 我没有那个本事 你还是找其他人吧 孟小剑 我知道没有通知你 突然将你赶出楚家 对你很不公平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世 你故意瞒着我 将我当作楚天柱的替代品 但你跟你六个妹妹是怎么做的 我在楚家的时候 抛心掏肺地对你们 你们对我处处防备 生怕我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是你们楚家人 会对你们不利 你们暗地里笑我就是个大中二 没错 我确确实实是个中二 所以这次我不伺候了 你说的都对 那么这一次你就当是为了钱 我只要求你帮我缓解头疼 什么条件都随你开 我听说了 你在开一家甜点店 我可以给你跟你家人 一辈子都无忧无虑的钱 你就不用开什么店 我可以通过关系 帮你恢复巨大的学业 楚海君 看来你真的是被逼疯了 你看看你自己在说什么 以前的你有着自己的底线 最讨厌那些使用裙带关系 摸取利益的人 最欣赏靠自己的努力 闯出一片天的人 为了你的认可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 好上了基大 学着做甜点 中一 钢琴 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 然而你简单一句话 打破了自己的底线 帮自己的亲弟弟 拉进了基大 现在还打算用你的关系 帮我恢复基大学业 楚海君 你这副模样 真让我看不起你 孟小剑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痛苦 你凭什么这样子说我 如果不是为了楚家 我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日日夜夜折磨的 我痛不欲生 楚天柱是我亲弟弟 他丢失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找回来 我想要弥补他 难道我也做错了 以前我想了解 现在无所谓了 楚家以后怎么样 与我毫无瓜葛 我现在不叫楚小剑 叫孟小剑 我是孟家人 说完孟小剑头也不回地离开 剑哥 海君姐 抱歉 我会劝劝剑哥的 宋阳只得抛下这句话 追着孟小剑的背影而去 本来我打算去饮料公司 白嫖泻饮料的 没想到楚海君介入 导致我的计划落空 楚总 要不要我去将他们拦下来 没必要 我就不陷了 除了他 没人能够治愈我的头疼症 现在他端着架子 就是想我抛下脸面求他 我偏偏不如他所愿 中年男人默默将这个插曲 记在心上 不管他们了 我们上去谈试吧 好 楚总 这边请 楚海君跟中年男人 谈了一下合作的事情 主要是楚海君也看中了 中年男人这次新配方 制造出来的饮料 楚海君的商业嗅觉无比敏锐 能被楚海君亲自挑中的产品 绝对是能赚大钱的潜力 没想到我们这次新产品 能引来楚总 简直是意外之喜 要是能得到楚氏集团的投资 我们公司铁定蒸蒸日上 对了 刚才那两个人来你们公司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楚总 我都没见过他们 要不我去问问 不必了 等招待完了楚海君 楚海君离开之后 市场部负责人 见缝插针的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说明了刚才孟小剑跟宋阳的来意 原以为这点小事 董事长一下子就会答应 结果董事长大发雷霆 你知道刚才那两个人 跟楚总出了眉头吗 你还敢跟他们合作 你是想我们公司倒闭是吧 负责人直接被骂的那一个叫惨了 孟小剑跟宋阳坐着公交车 回隋安田点店的路上 就接到了公司市场负责人的电话 我们的合作取消了 你们真是不识好歹 竟然敢得罪楚氏集团总裁楚海君 害得我也被董事长臭卖一顿 这不像是海君姐的脾气啊 在他为了楚天柱 打破自己底线跟原则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意外 眼哥 你还是恨着楚家吗 其实楚天柱这件事 我能体谅海君姐 毕竟是楚家丢失了那么多年的亲弟弟 海君姐想弥补楚天柱 理所当然的 当然 我是绝对不同意楚家通知都不给一个 直接将你赶出去 甚至瞒了你的身世那么多年 我只是心寒 我的时间跟人生同样宝贵 以前傻乎乎的为了楚家疯狂付出 换不来他们的真心 所以我选择按照楚海君说的那样 跟楚家所有的一切一笔勾销 那就好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 我还有办法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对了 刚才你给了公司市场负责人多少红包 我转给你 健哥 你要真拿我当兄弟 就别说这些 小心我翻脸啊 宋阳 听我的 我现在是老板 你是我的员工 你肯帮忙 我感激不尽 该有的原则还是得有 不然以后怎么管理店内的事情 不如这样 我投资你的甜点店 我们两个合股 店内的事情我不过问 我就做你的运营跟店内帮手 这样你的经济压力就没那么大 行不 你也就不用跟我分这分那了 宋阳 我知道你是想拉兄弟一把 现在店内的生意我也摸不准 等能赚钱需要扩张的时候 你再入股也不迟 我信你 以你的手艺 这甜点店不火爆整个技时成为网红打卡景点才怪 说好了 甜点店要是赚钱了 第一个合伙对象的是我 别给别人啊 好 回到了随安甜点店后 林又威已经将店内宣传标语设计好了 林又威 你写得太好了 不愧健哥一直夸你实际大学吧 年级第一 疯狂拿奖学金 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写得确实挺好的 有你们两个左膀右臂 我知道随安甜点店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健哥你才是主心股 没有你高超的甜点技术 我们做再多都没有用 行了 你们在这继续规划 健哥 饮料这块是交给我了 宋阳急匆匆离开 第一是为了办事 第二嘛 宋阳自然是不想留下来做大号电灯泡 你跟宋阳这次去要饮料 没成功吗 没事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宋阳会解决好的 嗯 你好 客人要什么 看到是楚文艳使 孟达山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 怎么 不欢迎客人 如果你是来买包子的 当然欢迎 很好 你店内剩下的包子还有多少 还剩下十几个 能做多少给我做多少 我要捐给福利院 楚文艳将钞票往桌上一排 楚文艳小姐 如果你是来找我儿子的 她还没回来 而且我们孟家跟你们楚家已经一笔勾销了 当初说好了的 你们楚家不会再来打搅我儿子的生活 让我儿子不要跟你们楚家扯上关系 你何苦这样子咄咄逼人呢 老板 我只是来买包子的 因为你这边的包子名气不错 做得好吃 我想捐给福利院 难道这也有错吗 还是说你觉得我这钱不干净 不想帮福利院的小朋友做包子呢 楚文艳不愧是金牌律师 几句话下去 给孟达山带了顶高帽 孟达山只得叹了口气 默默地给楚文艳做包子 楚文艳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记忆 导致心脏病复发 造成车祸现场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这里卖包子做生意的 难道我作为客人不能过来吗 他确实是来买包子的 说要送到福利院去 楚文艳每个礼拜都会抽出一天去巨市的福利院做一工 这一点孟小见清楚 不过这个女人来到这绝对没安什么好心 孟小见转身就要离开 你去哪里 你是来买包子的 我又不会做包子 留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有我爸就行了 楚文艳 如果你是来买包子的 我爸是开包子铺的 当然欢迎 如果你是来找麻烦的话 不用拐弯抹角 我要连累我的家人 直接冲我来 我花钱 你爸除力 搞得好像是我刁难你家人似的 明明我是给你们家人赚钱好不好 将我赶出楚家的时候 我记得你说得很清楚 让我忘记以前的一切 忘记自己身为楚家人的身份 从此没有楚小见 只有孟小见 孟小见 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来的 如果你是为了楚海军的事情而来 免谈 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吗 我们又不是不给你报仇 你们楚家的钱 我受之不起 我知道你现在很得意 你一离开楚家 大姐的头疼症就发作了 我们楚家对你的所作所为 无话可说 同时我看得出你也不是个感恩的主 既然如此 我楚文艳将话放到这里 只要你肯出手帮大姐治疗 你要我做什么 只要不超出我底线的事情 我都愿意 楚文艳一脸豁出去的样子 好似孟小见是无恶不作的反派 楚文艳是柔弱无知的女主角 现在孟小见就是利用楚文艳亲情的弱点 想要对楚文艳图谋不轨 孟小见走上前 突然抓住了楚文艳的手 你疯了 我好歹曾经是你姐姐 你小说看多了吧 真以为我会对你图谋不轨吗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样 我哪里长都不好看了 追我的人能从法国排到英国去 你是哪来的勇气说出这种话的 是个女人都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的颜值低 特别还是像楚文艳这种事业有成 心高气傲的漂亮女人 你真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总是那么高高在上 你们老是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身上没有我想要的 就算你打破底线 我也一点都不稀罕 孟小见一把推开了楚文艳 孟小见 你难道就一点不顾念旧情 我这般低下头来求你 你的心难道就是石头做的吗 一点都不会疼吗 孟小见突然觉得头有点 以为是脑癌的副作用又要发作 想赶紧将楚文艳打了走 你既然知道何必明说 说起来绝情两个字 我也是跟你们楚家人学的 一阵剧烈的头疼突然清晰而来 惹得孟小见不由地捂住头 难言脸上痛苦之色 孟小见 你没事吧 孟达山拿着一大袋热气腾腾的包子走了出来 再看到孟小见一脸痛苦的样子 孟达山瞬间紧张起来 赶紧来到孟小见的身边 孩子 你没事吧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你不要冤枉好人 小心我告你诽谤啊 我哪里知道他怎么了 楚文艳小姐 现在包子已经做好了 你可以离开了 我说了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楚文艳将孟达山拿过来的包子一脚踢飞 转身就走 你站住 孟小见好不容易缓过劲来 看着自己亲生父亲辛辛苦苦做的包子就被丢在了地上 拿起包子 走到楚文艳的车前将包子扔了进去 你做什么 这是我爸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 由不得你践踏 这是我花了钱买的 我也没不尊重你父亲的劳动成果 少给我扣帽子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下去 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花了钱 这些包子就是我的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知道这些包子是你来找我的借口罢了 但是不要在我面前践踏我爸的心血 你要扔就扔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 孟小见 你们会后悔的 楚文艳说完也没管孟小见这么多 上车踩下油门扬长而去 孩子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没事 刚才我是装的 不然我怕这个女人一直纠缠不休下去 看效果不是挺好的 人家一下子就跑了 真的没事吗 没事 爸 都这么晚了 赶紧收摊回家了 楚文艳开着车在回去楚家的路上 大脑不停回想着孟小见的话语 小时候选择做一名律师的初衷 楚文艳的大脑闪烁过了某些记忆的碎片 好像是小时候的孟小见 楚文艳躺在孟小见的背上 孟小见踩着鸡血 走得十分吃力 依旧咬着牙背着楚文艳往前走去 还不停呼喊着楚文艳的名字 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过的 为什么以前不记得了 现在为什么又突然想起来了 正当楚文艳思考着大脑冒出来的记忆碎片 从何而来的时候 忽然心脏一阵抽痛 楚文艳本能地踩下了刹车 后面跟着的私家车躲闪不起 追尾了楚文艳的车